诸位贵宾 诸位家人 大家下午吉祥 阿弥陀佛 还有我们 可能网上的 同道们 假如是在 我们中国市区 现在好像11点多了 大家 鸡不可思啊 这个 时间段睡觉很重要 11点到1点是胆经 1点到3点是肝经 我们这个都 有录像的 到时候 可以 重播 刚刚我们提到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 历史当中这个文王 得行非常好 有两个国家 这个 余国跟瑞国 这个瑞国的瑞 就是 我们瑞伊兰 学长的瑞 因为 他们同组的有说 这个名字有两个字看不懂 哈哈哈 那刚好 因为田地啊 争争争争争夺 那人你看 吵得那么凶啊 可是还是有善根啊 哎 我们去找文王平平礼 我们要练一个功夫啊 任何时候能看到别人的善根 大家愿不愿意 大家愿不愿意练这个功夫 看你们不是很愿意哦 我不能强求姻缘 人家不愿意还 爱你没商量 惯给别人不对的 今天我们 早上杨医师有提醒了 父母不能用 你觉得好的方式 爱孩子 爱的他压力很大 现在叫理解万岁 好 所以我不能强迫大家 那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嘛 那普贤菩萨 他是称赞如来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 所以只有赞叹 没有批评 那我们也要练的 只有赞叹没有批评 这个频道就怎么样 接上去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 这个举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陶行之啊 有一个故事叫 四科堂 是吧 这个陶校长 这个是练普贤行 一个蛮好的故事 这个刚好 在校园里啊 看到有一个男同学 要打另外一个男同学 他就过去致死 然后就跟这个要打人的同学 你到校长室去等我 当然这个孩子在校长室等了 站站兢兢了 在门口等了 后来 这个陶校长回来了 看到他 我请你来 这个校长室 你很听话 你就来了 来给你一颗糖 这个孩子 本来心理上觉得 要被骂一顿了 是吧 突然还被赏一颗糖 有点愣住了 接着 刚刚校长 让你停手 不要打人 你就停手了 来 再给你一颗糖 听话嘛 再给你一颗糖 这个孩子更 更愣住了 不知道发生啥事 接着 这个陶校长说了 我刚刚有去了解 是因为那个同学 欺负女同学 所以你打抱不平 来 再给你一颗糖 这个孩子拿到第三颗糖 校长 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同学 我也不应该打他 你认知到自己的错误了 再给你一颗糖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种人心的变化 人之初性本善 你都肯定他的优点 他自己都 不好意思 他善根就流出来了 校长 老校长说了 今天我们谈话结束了 哇 你看 随时可以看到 这个孩子的闪光点 我相信我们 当父母老师的人 真的练出这个功夫了 孩子到我们面前来 这个正能量都提起来了 信心都提起来了 一个孩子有信心了 他每天善根都在增长 姓为道员 翁德姆 好 所以这个余瑞 相争了 他有善根 他想找文王 平平理 他没有去找张三 也没有去找理事 后来 入了 周国的 地狱了 看到他们这个 农田之间 那个走的 路的空间都很大 代表农民之间都互相礼让 让出很大的这个可以行走的空间来 要触动他们的 他们还在那里争 到了金城 看百姓 金城的百姓都非常礼让 这男女别徒 很讲礼貌 礼让 进了朝廷 看了这个朝廷里面的官员 都是互相礼敬 结果他们还没看到文化 哎呀 太惭愧了 我们回家 你看人家国度里面都是这样 礼让 我们还在那里争 就回去了 就不争了 都让这些田地 结果这个事情 就传到了整个当时候的商朝 一下子有四十几个国家 都归父 周文王 一日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 所以不能感动别人 我们德还不够 不责备他人 所以老和尚当时候 遇到一个弟子 那个弟子说 哎呀我实在 很难 不见人家过 一见人家过 我又发脾气了 老和尚 你真想改吗 这个弟子说 真想改 老和尚指导 你从今天开始 看到别人的过 就告诉自己 是我做得不够好 还不能感动他 那个见能过的烦恼 一转变什么 菩提了 愿力了 使命感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自爱 不让自己现在烦恼拔不出来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这个念头是烦恼 赶紧阿弥陀佛 下个念就把它转过来 佛门有随式菩提心 你从见人家的过身烦恼一转 我做得还不够好 我要为他言说 就变成一种动力 就变成发菩提心的因缘 所以你最讨厌的那个人 你一转念 你就变菩提心 我要展现学佛的功力 转冤卿 转冤卿菜主 为同餐道友 冤卿为法律 好 这个是文王的榜样 那老后上也给我们展现 全球超过一人 听过他的教诲 因为他老人家教诲 改变人生 不计其数 自己先做到了 克己副理 恢复性德 是我的问题 不是麦克风的问题 行有不得 反求自己 因为我可能拿得太下面 我一往下拿 发现他声音有点变了 所以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还是我动作动 这个老上教导我们 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 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 反省就是开始觉悟 发现自己过失 立刻就痛改 改正自己过失 叫真修行 不能发现 一直拖不改 发现了就要痛改 我也遇到不少同修 面对一些家庭的境界 比方 这个 我家里的人不让我学佛 你看这句话出来 责任在谁 家里人 那请问家里的人 为什么不让 你总把原因要找出来 一切没有离开英国 两种情况 一种 我们学的情况 让家里人一看 迷信 所以他不能理解 我们想一想 我们学大臣佛法 慈悲为本 是吧 我们把慈悲心展现出来了 家里人说你不能慈悲 会这样吗 我遇到一个同修 我先生特别反对 我的孩子学弟子规 我说你先生会反对 你的孩子孝顺 不会啊 你先生会反对你的孩子 胸有地公 不会啊 你先生会反对你孩子 谨慎 然后言语守信吗 不会啊 会反对他 爱护众人吗 不会啊 会反对他亲近 有道德的人吗 不会啊 会反对他好好学习吗 不会啊 但是他就是反对 但是他就是反对地子规 我们都是像 着像 没有把食指的呈现出来 那一着像 一个人一着像 用的是不是真心 那股执着性就上来了 家里的人又理解不了 然后又觉得 这个就是地子规 这个就是佛法 他们当然不支持 所以往往 那个反对就是因为 我们先前做了 执着的行为 让人家不能理解 你现在要化解这些部分 那是自己造成的 当然要心甘坚怨去化解 可是你在化解的过程 又要放下急于得到对方肯定的 贪穷 我举个例子 你打别人 五巴掌 然后接着对他微笑 你就要他给你微笑吗 是吧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你一个微笑 他还怕你下一个动作 更恐怖了 是吧 你要设身处地 让人家有一个 回过神来的声音 好 这是第一种状况 你能够理解这一点 你就不会着眼在 都是对方错了 你会 这个叫六忍 忍入对自称慧 六忍有利忍压下去 这个症状不能 根本解决 再来是妄忍 妄忍也很重要 过去的事别摆心上 宰相度里能称传 再来凡人 有反省到 自己觉得自己也有错 这个称慧的心就下来 还有观人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别叫真 还有习忍 对方是来成就我 提醒我的不足 还有词人 你的念念 为对方想 这个我称 这个我执就淡了 起不来了 所以第一种状况 是我们前面做的可能有不同 第二种呢 是你做的都没有错 可是对方还是阻止 那还是有原因 前世的原因 但是你只要真诚 就能转 这大顺就是我们的榜样 前世的缘不好遇上了 可是他都还是反省自己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最后还是感动一家 甚至感动全国了 那感动全国 那真的是为人演说了 也不是坏事 所以我们也要自己幽默一下 现在考题太难了 上天真瞧得起我 是吧 好 所以老后尚也表演给我们看 一字刻起覆理 天下归人 所以实践仁德 为人有己 自己可以做得了主 额游仁乎哉 还要靠别人吗 这不行 老后尚也不能依赖 师父领静门 修行靠我们个人 接着请问其目 具体下手的条目 孔子说 非礼物事 不合理的 会动我们的 亲近心的 会污染我们的 不能看 那现在 几乎所有的人 都要面临一个境界 叫手机 是吧 今天我们都觉得 他们都在玩手机 可是自己有没有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我们改掉这个坏习惯了 我们才好互念别人改 假如我们自己也常常刷刷刷的 刷到12点 1点 2点 你要去让孩子改 难 我们也遇过那孩子 看到手机不碰 因为父母的身教 就是只有处理室 才去碰那个东西 平常不会去碰 当然我们还是要守 中数之道 中数是跟真心相应 我们现在看别人 陷在手机里 要宽以待人 言以利己 我的身教言教还不够 不然很容易跟他对立起来 要理解他 人为什么沉迷手机 缺爱了 缺乏人生的方向目标 或者太苦闷了 人太苦闷了 他要转移注意力 暂时忘掉 他会舒服一点 但是那个不究竟 甚至会延伸出新的问题来 因为一熬夜又伤身体了 看那个东西 看多了 脑子会伤到 真的 那个是低级的 多巴胺 刺激刺激 最后你的欲就越来越加 你注意去看这些 沉迷在游戏手机的 他可能一下子那种对人际的反应会耻顿 有伤到 好 这是非礼物事 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 把手机放下的好日子 当然不要太激动了 就是放下被他控制 用他变成secretary 变成小秘书 帮你办事 但不被他控制 但这个要有定力 你要有远大的目标 要有愿力就做得到了 愿力超过业力 超过自己的欲望 非礼物听 不合理的不听 会染污自己心的不能听 所以我们 王川老师会讲一堂乐教 当然那个场合 你自己也要判断 可能人家要谈一些事 对不起 我先离开一下 不等人家开口 会观察 就离开 你等人家开口 难免彼此稍微有点尴尬 要有眼力劲 是吧 非礼物 言 不合理的不说 礼也是分寸 今天 我们在任何境界 你要清楚 比方 你跟你的领导出去 你的话能比他多吗 那你就 不合理了 主办圆容 你跟领导出去 领导是办 你跟父母出去 父母是 你跟领导出去 领导是主 我是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 没有这个 盎眼是真一孤 我刚刚是盎眼 你们要会判断 不能迷信 我当时候遇到一个同修 这都十年以前 看到我应该属于铁粉级的 我看到 我好喜欢听你讲 你讲什么我都相信 我说你别害我 你看大众这么恭维 一下飘飘了 你就飘上去了 我说别害我 我讲的跟经典 跟老上不一样 你要提醒我 我们习气还有很多 都调伏不了 人家那种言语 都把我们当神 不死得很惨 这个观点 这个不能迷信 你跟父母出去 父母是主 跟领导出去 领导是主 你要拿你好分寸 面对境界是很清楚去应对的 好 先生跟太太出去 太太的话 尽量不要比先生多 为什么 男人 男人 比较需要被尊重 你做足了面子给他 回到家 他一定非常爱护 你在外面都不给他面子 他这一 这个气就吞不下去了 好 你们看怎么办 非礼物言 再来非礼物动 不符合理的事情 不能动心 或者都要拿捏好分寸 这个行为 不能失礼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只曰巧言乱得 小不忍乱大谋 这个巧言乱得 就是能把无理的 说得有理 而且动听 讲得粗俗一点 把死的都可以讲成活的 现在这个情况比较多 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 所以一定要依照经典 去判断 有的邪教 不讲孝道 甚至于学的人 会忤逆父母 可是 这个信众很多 这都是巧言乱得 我们要会判断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的 他一定要有失诚 不以神通 度众生 而且他是谦虚的 不会标榜他自己 老和尚有一段开示 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那就是教我们判断 怎样才是 好的老师 不贪 不撑 不慢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饮 其中这个不贪 不贪 财色 明食 所以 这些欲望 好 所以当 孔子那个时代 有个少镇毛 他就是巧言乱得 孔子做的大师寇 上来就 租少镇毛 大家现在想一想 一个邪师 可以乱多少人 都会命了 所以孔子把他杀掉 是对他的慈悲 也是对众生的慈悲 所以你看 儒家 佛家 该开 杀戒 你要开 开源 是为了救很多人 也为了救当事人 佛门有一个公案 有一个人 正阿罗汉 他坐在一台大船上 一个人 起歹念 要杀了其他五百人 要 把这些财产 占为己有了 阿罗汉 已经看出来 而且 知道他 必做不可 最后 阿罗汉 把他杀掉了 不然 他这个罪 不知道在无间地狱 要多久 好 那也救了五百人的命 好 我们再看 下一句 这后面有说 小不忍则乱大 对人对事 在小处都不能忍耐 便会 扰乱大忌 好 所以 一个人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跟他忍耐 忍入的功夫 成正比 我们贴近一点 今天我们 用传统话来互念家里 的人跟朋友 你在互念的过程 忍不住脾气 可能你前面 肺的功夫怎么样 终于回去了 前功尽棘 好 那负责更大的事 有可能你 控制不住脾气 一下子人和破掉了 事就做不成 下一句 非先王之法福 不敢服 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性 不敢行 事故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 口无择言 身无择行 言满天下无口过 行满天下无怨恶 这个是指清代夫 敬孝 那他属于中央级的官员 那他怎么做呢 非符合古圣先王礼法的 这些服装 不穿 你看 你看地址里面说的 这个 依贵节 不贵华 上旬份 下称家 这个就是分寸 你看现在 年轻人 读大学 他 可能服装上 追求虚荣 信用卡半好几张 变卡奴 除了社会变月光女神 每个月都花光光 还变啃老族 所以这些礼法本身 都是做人的分寸 你收入 跟你的物质享受 吃啊穿啊 应该要相符 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道 不是符合古圣先王礼法的 原则的言论 不敢讲 非古圣先王道德行为 不敢行 那你有这个态度了 慢慢 这个就好像持戒一样 你要遵循这些规矩 慢慢你就养成习惯了 所以事故啊 非法不言 不合理法的话不讲 不合道德的行为不行 我自己要去教书 第一次做代课老师 就想到老儿上说 要给孩子做榜样 那我自己筷子不会拿 筷子要奉点头啊 碗要容寒珠啊 结果要去代课了 赶紧改了 结果我就 开始奉点头啊 一开始改很痛苦啊 很怕吃饭 因为夹东西 夹好几次夹不起来 很痛苦 后来过几天慢慢慢慢习惯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突然想 我以前怎么拿筷子的 想不起来了 你正确的养成习惯了 像陈德这种年龄啊 我在求学期间 不管念初中高中大学 那男同学之间 讲话 也都很多初俗的话 我们也都受影响啊 当然不是风动 也不是风动 还是自己善根不够 不能把责任推给他们 后来遇到老和尚 你每天听老和尚讲经 熏啊熏啊 你以前那些讲话 好像也提不起来了 我们这个阿赖耶士 种的是好的种子的 坏的种子都冒不出来了 自然言行 都符合经教了 所以 那个老和尚也说了 离经一致 便是魔术 不能自己还没有入境界 随便乱发挥啊 这个还是先复讲 慢慢 我们的心形 都跟师长老人家 教导的相应了 我们也是从明师受戒啊 老人家修行过来人了 你长期听他老人家教诲 他老人家 整个佛法 是怎么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你熏熏熏 进而又以这个来 处事待人接物 你慢慢就养成习惯了 所以善之事重要啊 法华经说的 善之事者是大因缘 我们修到里面 这个缘分里面最重大的 所谓化导 令得见佛 他教化我们 引导我们 我们听他的话 一叫奉行了 慢慢就恢复自信了 所以叫见佛 见自己的本性了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这是华言经上提醒我们 我现在发现 我们讲学的人 都说是老和尚的学生 首先第一个 处事的风格 跟老和尚不一样 讲学的风格 也跟老和尚不一样 那真跟老和尚学 跟老和尚学 学是效法 越学 应该人家会说 你挺像 净空老和尚 你在效法 怎么学的时候 反而不像 往往往 往往我们自己不自知 把老和尚这个名 拿来搞自己的名文力 讲的这些 整个思想理念 也跟老和尚不一样 可是都认为 自己是跟老和尚学 是拿老和尚 抬高自己的威望 自己不自知 是要长期跟随老和尚教诲 把他老人家 整个思想理念 修学的心态 教学的善巧 掌握了 你才能活学活用 有些讲学的人 打着说 我老和尚学生 东抓一点 西抓一点 又去听很多 其他老师讲 抓来 好像自己讲的东西 好多 好丰富了 但是你没有中心思想 其实这样的讲学者 解形不相应 自己家庭都处理不好 而且跟老和尚学 也是挑着学 不是整个掌握 你真的听老和尚教诲了 一定把敦伦敬奋很重视 不能把传统文化讲学 当一个舞台 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成就感是欲望 我们有沉传老师教诲了 我们才能展现师诚 传统话是师道 好 那这样呢 养成习惯了 才能 言满天下无口过 行满天下无怨恶 言语传遍天下 也不会有故事 即使所作所为 天下皆知 也不会怨恨 也不会厌恶 因为我们顺着真心去做了 就不会有偏差了 所以我们实时言行提醒 我这个言语跟真诚 亲近平等正觉慈悲 相不相应 我这个行为 跟五伦八德 跟五伦五常 四伪八德 相不相应 跟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行十愿 相不相应 我们有这样的观照 就不容易偏颇 第二个态度是谨慎 这应该主要是强调 这个君子应该是领导者 用在家庭也可以是父母 用在学校可以是校长老师 以言语教导人们 教导对方向善 而且尽人以行 这个是以身作者 防止人们作恶 有深教 有严教 所以 他的态度很谨慎 言必律其所终 说一句话以前 必定先想到 终就是他的后果 每做一件事 必先考虑到 这个基就是考虑 考察 基其所必 他会不会产生流弊问题 了凡斯讯也强调这个 发一言 行一事 全不为自己起念 全是位物利者 这个 这个 都要考虑 会不会产生流弊问题 那 有这样谨慎的态度 百姓看得很敢配了 所以也会效法他 所以就 名就会景于言 甚于行 那这个 对于 言语的敏锐度很高 我曾经 刚好在香港 在 跟老上用餐 刚好 同桌的人 有谈到一个词 叫 人本主义 现在教育有这个学派 人本主义学派 我跟 请教一下大家 你想到人本主义 你首先想到哪个人 请问当你看到一个集体照 你们 这个大学毕业照集体照 比方说 一百个人一起照 你拿到那张照片 首先看谁 所以一提人本主义 哪个人排第一 自己 所以当时候老上一听到这个词 人本主义学派 我真的见识到了 老上心地清静 他一接触一个没有听过的东西 马上升智慧 这个证明给我们看 清静心智慧 老上马上说 嗯 不对 校本主义 你要以校为根本 你以人 他首先就把自己摆在前面 可能就会增长他自我 为中心 应该是以校为做人的本 所以你有时候推广一个理念 你能不能洞察到这个理念出来 后面流避会不会产生 这个 现在学心理学很畅行 这个心理学家40岁写了一本书 然后60岁呢 他又写了一本 他说你看我60岁的 40岁那个可能有点不对 请问你在看他60岁的时候 心里会不会毛毛的 他会不会80岁的时候又写一本说 你看我80岁的 大家要知道 言语是心之深 他心上还有分别执着 他讲出来的话会不会有分别执着 所以这个心理学家假如没有彻底觉悟 你要听他的 他的分别执着会变成你的分别执着 因为你认同啊 讲得太好了 大家去看看畅销书 都是什么 谈mone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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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的 你说是不是正知正见 受不受他影响 现在众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 遇到的正法 当然我们要更努力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现在要听到正法不容易 请佛注释请谁 请转法轮请谁 求人 不如求己 这个谱先行 先请自己好好勇猛精进 度一切众生出生死海 这怀眼镜上的教会 那我们就会发愤的忘事 用功学习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点 跟大家共勉一下 因为那一天呢 有一个同仁 他也 很有爱心 就去 顾此这些年轻人 他也总结 要走好传统化这条路 要成熟 要从容 要有情意 他的分析也是挺可贵的 结果呢 有一个年轻人 听了他的话 我不成熟 我走不了了 你看你言语当中 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或者他会怎么想 你说成熟 我们可以慢慢 首先让父母老师安心 我们就成熟不少了 再让别人安心 你给他一个方向 而不是一讲 让他觉得 我打不动 那我也进一步跟他探讨 我们现在讲什么 总结的话 最好呢 用引经典来证明 你比方说 要有情义 论语说 君子义以为止 君子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重义 情义 道义 恩义 黄念主老居士 这个都是 盖棺论定的 高僧大 引他们没问题 无情 不能修道 一个人对身边的人 都没情义了 他要去广度众生 不可能 你引这一些 人家就会去医治经典 可是你不影这些句子 首先 你讲出你结论的东西 人家会说 哇 好厉害 他变成崇拜你了 你接受那个崇拜 你也会有一点 走路有风 你看 对你 对众生 不一定有好处 这个就是你讲话 能不能考虑到 就是这一句讲的 言必律其所终 这样的言语 发展 对自己会产生什么变化 对别人会产生什么变化 我们佛门常说 自受用 跟他受用 我们总结经验 最后是引出经典 我们的自受用 就是束而不住 我遇过很多 在社会当中 都是他领域的佼佼者 一分享经验 大家都非常佩服 佩服他 不是佩服经典 而我都会劝对方 你虽然人生这些经验 非常宝贵 但是你最好沉下心 用经典 用牢上教诲 能够印证印证 你对你人生下的这些经验 没有偏 可是我劝了好几个 因为他们的能力太强 我都劝不回来 但是他们一讲课 大众都非常佩服 但是都有夹杂自己的经验跟看法 就有可能误导大众 而且只要他是没有完全束而不住 他的修学 他的修学一定不得力 他的慢心扶不住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调伏傲慢 他去培养人 培养不出来 不能侥幸 一个人慢心都调不下来 他要去培养一个正知正见的学生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所遇过 我所遇过 待人的老师 不管他的学生是十几岁 二十几岁 乃至五十岁六十岁 没有不受他影响 所以找老师很重要 当老师责任重大 实在实在童子之命也 这个老师是控制要求的做法 孩子的悟性都没有 有的 一批一批报汉学院 一个都没录取 老师教错了 悟性被老师给堵住了 我们当然也是很惋惜 我们也是透过课程在提醒 你要导而扶迁 引导的不是硬拉的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他 不是否定他 扼杀他的信心 开耳扶打 要启发他 不是灌输 不是像洗脑一样 控制人家的思想 那是错误的 所以我跟这个同仁就聊到 你这一些经验 最好一经典 他很有善根 他接受了 而且我举的那些例子 他也认识 他也看到人家偏了 你看 充容 你就引 这个 成声明 公声明 成声明 充容声明 隔言别录这些句子 你一引了 这部书太重要了 你就把重要的经典 供养给他了 好 这个谨慎 这一句 我们再看下一句 这个君子口无戏孽之言 言必有防 我们圣的时间不是太多 我就讲言语这一句就好 就是君子开口不说玩笑的言语 说话必定防范约束 他的言行都有章法 不随便 他的妻子孩子家里的人 就很敬佩的 你自己正了 你整个家庭 所以大人正己 而物正 都没有离开我们 一言一行 你比方说 我们当父母的乱开玩笑 你说孩子 要很尊重我们 也不容易 当然这个乱开玩笑 就是自己的心放逸了 甚至是不尊重别人 拿别人开玩笑 这不妥 但是不是说不要幽默 大家不要又听拙了 你看老和尚讲经 有一些地方也很幽默 是吧 你看老和尚 我们在场的时候也遇过 跟新认识的人 人家问 这个老和尚 您是哪里人呢 老和尚 我是地球人 我跟你同乡 很幽默吧 可是幽默 没有纯幽默 幽默中啊 都有 代表我们 现在人都 应该关心什么 地球 不要分字 分他 现在牵一法 动全身 哪个地方 比方说 这个油田炸掉了 把黑烟一直上去 影响全球的气温 所以我们想好好念佛修行 印光祖师说 化解共业灾难最好 放生 念佛 念佛的力量很大 岂能静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尽了地球人的责任 尽了 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下一句呢 凡事欲择利 不欲择废 任何事情 事先有准备 可以成功 没有准备 就容易失败 包含言语 言前定 则不假 说话前 先有准备 就不会 持穷 离屈 站不住 脚 当然 那个是你很心平气和 客观看待 整个事情 平心而论 而不是 你要去准备一些东西 要去说服别人 那个心态也不对 当然 你准备之后 你也要放空 是吧 你要跟人家谈话 我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对方也会觉得 你不是很真正 你虽然有所准备了 也顺着 这个因缘 去谈 好 比方说我们讲课的 要准备 可是你准备了 你就变照本宣科 讲课的时候变第一头主 那这讲下来 好像都没有自然的互动 那这个课展可能 大家就变成 梦见周公 是吧 所以通通变低头主 台上的人是 一直看着搞 台下的人是 打瞌睡的时候 尽量大家配合前后点头 不要左右画 左右画会撞到别人 然后台上的人 看台下都是 越讲越没灵 都要有默契 默契很重要 第三是诚信 诚信 巧诈不如着诚 你奸巧诡诈 不如仆着诚诚 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典故 就是在汉子制药里面 这个魏阳 魏阳是一个魏国的大将 而是乐阳 乐阳 结果他去攻打中山 这个国家 结果 这个 中山呢 就抓住他儿子 结果把他儿子 杀了 煮了 然后端给他吃 送来给他 结果他就把他吃掉了 后来把这个中山攻下来了 那这个魏文侯啊 是他的国君呢 就对这个 赌诗说了 哇 你看 他很忠于我啊 他面对那个境界 连他孩子的肉他就吃掉了 结果这个赌诗说 连孩子都敢吃啊 他还有什么不敢做啊 我永恒听完 回来 风 功劳给他 但是啊 怀疑这个人的心了 这就要求诗了 那不然你面对孩子 骨肉了 你真情流露嘛 所以这个变 反而他国君有点 怀疑他的心境了 这个人到底是啥状况 另外呢 这个孟孙去打猎 结果捕抓了一个小鹿啊 就交给这个秦西八 这个人 结果这个母鹿啊 就一直跟着 这个秦西八心软了 就把小鹿放回去啊 跟妈妈团聚了 结果这个孟孙很生气了 就就把他罢黜了 三个月之后啊 又把他找来 交自己的儿子 旁边的人说 你不是把他罢黜了 干嘛还找他回来啊 他说他对一个小鹿 都这么仁慈啊 怎么可能会亏待我儿子呢 把他请回来交书了 他这么就是很 无浊 很仁慈 所以这个巧诈不如灼尘 下一句 行有事宜 一曰 自动不忘人 二曰 自用不忘义 三曰 立誓不忘忠 四曰 口言不忘信 呼应一下 我们刚刚孟子说的天觉啊 仁义 忠 忠 信 乐善不倦 天觉 所以这里讲到了 圣守事宜 守住这四个 行为的准则 以终其身 保持终身 明公 明公 自从之也 自然就 实至明归了 由行之有行 身之有想 如影随形 他的这些 公明福报 自然就会 现前 那这个 我们学的这一段 以后 跟着效法了 这遵循 志向的过程 没有忘记 我们的人爱 运用 智能的时候 不忘道义 恪守 执守的时候 不忘忠诚 还有开口说话 不忘 诚信 信 识 好 下一句 轻弱 必寡信 所以 是非以物 轻弱 苟轻弱 净退错 一个人很慎重 答应别人的事 他就不会 轻弱 你随便答应了 之后就很容易 反悔了 当然 随便答应 最后自己的信用 信誉也会 丧失掉 信誉是人 第二生命 你看我们到了 英国 欧洲 你做交通工具 一次 没有 缴钱 很可能 你在欧洲 就找不到工作了 人家就有 这个记录了 那在 格言别录 我 今天讲了好几句 郑重推荐 可言别录 我还有 晚情集 寒家集 其实这个都是 红衣大师 用他的智慧 选出来的教会 我们能学 站在 大师 的智慧之上 修行 少走很多弯路了 好 里面提到 你面对好事都要度得量力 审视责任 不是激动就能成就事了 这个 孟之之药里面也讲了 图善不足以为政 图法 不能以自行 你只有善心 你不一定能把事办成 把政治办好 现在我们不能说我发心就好了 这个不妥 你还要有适当的人辅助 还要有好的规范制度去做 你一个团体没有规范会乱的 所以图法 你有好的宪法 可是你没有用对人 也成不了事 所以这姻缘都要具备 所以我们要考虑 没有具备 你一答应人家 你做到一半 你要前进 很难 后退你也退不了 就非常尴尬了 所以什么事都要 胜于开始 考虑 周全 度得量力是自己的因缘条件 审视是要看形式 你要顺势而为 你现在到学校里面去谈宗教 把前面做的统统毁掉 还有责任 虽然是好事 你用错了人 这个地方的缘就晃了 好 这个用人 我们后面这个君臣官 为君者 用人 知人善认是个大关键的 好 下一句 信由善而结者 这个我们昨天有提到了 好 那 要守信 论语也说 久要不忘 贫身之眼 答应别人的 一定要尽力 去兑现 不能失信于人 好 第四个态度 是谦虚 我们 我们 讲第二句好了 坚伏天下之心 高尚 尊贵 不以教人 聪明 甚至 不以穷人 奇己 肃通 不争 仙人 刚毅 勇敢 不以伤人 不知 则问 不能 则学 虽能 必让 这一段话 涵盖很多 做人处事 这个肩幅 其实就是让 天下人 都心略 臣腐 的人 你看凝聚力 这么强 他展现出来的 得风 就是 居在高位 身份很尊贵 但不以此 傲视别人 不会较慢 你看 周公是好榜样 那么高的位置 很迁退 一目 三 作法 一犯 三图 深怕 充满了 贤德的人 聪明 睿智 无所不通 但不以此 穷 就是让人家困穷 自己 很聪明 很有能力 然后炫耀 搞得对方 很尴尬 好像自己 很差劲 所以了凡事讯 有一段 我们末法时期 跟人相处的教会 非常好 物以己之常 盖人 不要 以自己的优点 去压到别人 也不要压到 自己的孩子 数学考鉴发回来 拜托 你爸爸以前 都是一百分的 升到你们家 天分也不一样 为什么兄弟父子 会有不愉快 跟这个有关 你去 以你的场 压到对方 对方 会很自卑 或者很难受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行行出状元 尊重每个人的特质 发挥每个人的优点 物以己是善行人 物以己是多能困人 你不能做了很多善事 在那里炫耀 炫耀给别人 压到别人 物以己是多能困人 你能力很高 别人跟我们一起做事 好像压力很大 这个都要感觉到 好 言语 言词敏捷 反应迅速 但不以此 与人争先 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 都怕别人不知道 我会 这强在前面 这就有一点 给人压力 这个要像竹子一样 这个要虚心 倒碎 长得越扎实的 垂得越低了 刚强果掘 勇敢大胆 但不以此去伤害人 自己不知道的就去请教 自己不会的事情就去学习 虽然有能力 也一定时刻保持 这个让就是谦虚 恭敬 再来 第五个态度是扬善 饮恶扬善 我们有标出来 有言语关需的是 悠闲 工人之短 会有素人之长 这个忧就是私下 与人相处 闲就是 谨防 指责别人的短处 聚会 多说别人的长处 好 不要去攻击别人的短 甚至于 言语 在汇编 太阳感应编 汇编 有提到 行人之仇 里面 这个郑宣 讲了一段话 很有味道 你处在众人 里面 不要常常去议论 你常常议论 话很多 可能会招来别人 嫉妒 甚至于不小心伤了人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在座的 以前有做一些 不是很好的事 比方说 你在议论的时候 刚好议论他 曾经做错的 事情 他的心会很不舒服 比方说你今天 面对大将在谈 当官 当官要清廉 可能在座有 当官 是吧 他可能不够清廉 他心里就怒了 不舒服了 你是不是在讲我 队友 你说朋友要正直 这个性格比较不止的 你是不是在讲我 所以不要轻易去议论 这可能就得罪人了 所以言语 下一个说 言语还是少一点 不要太多话 这个要减言语 这个寡言明星 减言语 然后颜色柔和 不要一议论 这个表情就 这个很苛刻 应对是什么 谁问即答 人家刚好问到了 探讨到了 你答 可能在座的人 就不会觉得 你是针对他 这也是应对 净退 这个 这个是处事之道 好 那这个 跟人相处 都讲人家的差 这古人的心境很可贵 你看欧阳修 主文官子 他的文章好几篇 人家来找他 他谈怎么办政治 不谈文章 一谈文章 别人就话都不知道怎么讲 菜香 办政治 办得很好 朋友来找他 他都谈写文章 因为他文章比较弱 我的古人 纯兴 都是很迁退 然后 很柔软 怕 让别人 难受 这个也是厚道 好 这个 第六个态度是寡言 敏行 好 这个 言多啊 必失啊 可能就会 讲错话 而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人家都看你 做什么 不是看你说什么 你说越多啊 后来都做的 没几成啊 反而人家更不信任 做道 再说 为好 老儿当说 做道 再说 是圣能 说了以后 能做道 是贤能 说了以后 做不到 变骗人 我当时听了 哎呦 这个可不能干 骗人的事情 第七呢 是耐性 这个论语里面 你看 劝父母有耐性 你才能劝别人 有耐性 是父母基建 建制不从 又静不为 劳而不愿 很有耐性 而且看 基建 就是父母有一点不对的时候 赶紧劝 不能偏太久 父母不能接受 赶快 不强求 又很恭敬 但是又找机会 哪怕很辛苦 都不吃劳苦 所以要柔软 我们看这个吕坤 讲的 你看 劝别人 顾念别人 责人 要含蓄 记太近 你劝别人不要 哇 我今天非讲个痛快 不可 你铁定让人家不输 点到为止 含蓄 要委婉 不要言语太直 太冲 要疑事 记太真 你假如不听我的 你会死得很惨 人家一听 我偏不听你的了 你说你这样可能会 出现问题 他比较容易接受 疑事 好 再来时机 哇 讲话有时机 有 论语这句话 就是你 随时在君子 可能就是国君 领导者身边 要 可能 亦犯三种错 就是 言未及之而言 还没到你说 你说啊 叫照 心服气照 该你说了 不说啊 这个叫做 隐瞒了 隐特之过了 然后没有观察 领导者的 脸色 神色 就说话 叫做骨 就是瞎了眼睛 不懂 分寸了 哇 你看 讲话的时机 都要拿捏 你看 君子姓而后 劳其名 就是你时机 你要劝他 他要先信任你 你还 才好 为信 则以为利己也 信而后 见 他信任你 你才好 劝谏他 他不信任你 你一提他的问题 他觉得你看他 不顺眼 毁谤他了 这个都是 人情事理要体会 所以菩萨 那有事德 原则 跟言语很有关 随缘 妙用 妙在哪 妙在你 一心为他好 就妙得起来了 而且要 威夷住此 你要先有身教 他就信任你 威夷住此 有则得 接着才有言教 柔和 他信任你的 你的言语 还要柔和 直指是真诚 色受他 还有 普代众生受苦 得是耐性 也不是劝一次 就劝动了 你可能更有耐性 多劝几次 代众生苦 就是耐性 最后是影响 言语是有影响的 好 这个法轮未转 十轮先 这个影响就请 大家看PPT 这个影响 要靠自己去感受 感受到言语的影响 我们就更慎重言语了 好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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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